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礼拜五 今天原本以为量会退得更多 但是还是有2300亿 这个代表 投资朋友很有自信 信心高昂选后会大涨 大概是这样解读 大概就认为说选举后会大涨 那什么原因会大涨 不知道 就是情绪性的反应 就好像是这里的时候 认为台币会贬到35块 那时候33块多 32块多 在10月中 那时候很多人 很多啦 我当然讲的不是你啦 很多啦 这边 你看这边 因为失望性把股票就给他清光 卖掉 然后去买这个美元 卖股票 去买美元 因为台币会贬到35块 那时候市场的声音是这样 应该你也是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吧 就是卖掉股票 太厉害了 这粗人很厉害 不账不账掉 去买美金 因为这个电脑里面没有美元 去买美金 美金就是去 意思是新台币 会贬值 这32块多嘛 会贬到35块 准备来个反败 尾声 共股 联币说两次 扒两次头 股票输 已经很辛苦了 10月底 再去买美金 再输一次 央行那时候总裁就说 你不要开玩笑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加的 他说 你不要赚了 我赚了美元的利率 而赔了会差 我贏了吗 美金的利率比较高 我大家都知道 美金的利率一直升 台币又不升 台湾一升 只有半码半码再升 一码当成四次再升 当两次 清台币升值 这就是升值 这就是贬值 你看这 这就是升值 今天要升了 今天要升了 所以这之后就倒下来了 今天要来了 知道吗 但是我在 我在也跟各位报告过 就是说这一次台北股市的反弹 我们是从10月25号 台湾光复节这一天落底 总共跌了5990点 开始反弹 那反弹的速度 加速度 这个加速度 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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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用四个礼拜时间里面 涨了17% 涨了2200多点 本来输人 现在都赢人 这个 你看这也没去 在这 股在这 比我们还早落底 对吧 这个 这组 你就熟了 在这 这8月中旬有一个高点 台北股市这8月中旬是 15475 速度很快 这个速度也很快 这组本来就较不较 因为这组 其实日经指数 日本 从今年以来 今年从这边算 从今年以来 日经指数几乎都没落 而且东正一步二步 日本有个东正指数 还涨 比去年年底还涨 那我们当然是 比去年年底还跌很多 在去年年底 就今年以来台北股市是 在去年台北股市跌这么多 因为我们是跟美国跑的 美国也是跌这么多 尤其我们跟这一组 是比较正相关 但是这一组 8月中这个地方 就台北股市的15475点 还没有过 这个 这个才就过了 因为这只有30档 德国的DAX 它都是重型股 才就过这个高点 那我们最主要是比较这个 这个 这个 速度很快 我们现在变第一名 11月 我们以前的9月 10月 我们全世界最买名 买三名 不要说最买名 大概倒数 第三名 就是最会跌的 最会跌的 前三名 9月10月份 11月 我们冠军 这就是康头市町 康头市町 康头市町 有时候要去的 比度头 比较 因为有很多人 都看 因为康头市町 就是基本面败 基本面好 因为你看基本面 不会赚钱 因为基本面 它现在一定是不好 可是基本面 你听到好的时候 都是在今年的第一季 股票市场 它是 股票市场 技术面是领先 领先三到六个月 这个是 基本常识 投资学都有教 投资学都有教 所以你不能看 波爪做钩票就是 因为你看到报纸是同步 可是我们用技术面是领先 你看到股票市场 我今天去讲一个简单 你说这个 这个涨也不少 涨了五成以上 这支股票 讲到拍片 这支股票 基本面会效果 这是看的 2到6 对不对 越做生意越做越壞 越贪越少 他的朋友也是同样 当一支正经 这叫PA 2到6 越贪越少 而且这两股票当初 还调降 还自己公司 还调降财测 对不对 从调降财测的法人说明会开始 一标就是五成 这就不是基本面 我都说过 人家库存调整 人家早就已经自首 先自己讲 我们库存调整 要调到明年中 但是股票价格 它不会到明年中才涨 才落底 不会啊 股票价格它不会同步 就像友达 我经常说友达 以前还没赔钱的时候 他自己就先跑到13块了 等到公司公布说 我们赔钱了 他就涨了 早就涨了 所以他不会同步 所以你看 报座造股票的盲点就在这里 落后指标 对吧 我告诉你 你听不懂 我去说你看这 这座 这根基本面 这不是基基本面 你别人说基本面很好 不要再讲基本面很好 这跟基本面有关的 你看看 昨天也上天板 你看 五十二期到八十二 基本面很好在这里 你最爱的 大家也在这边面很好 对吧 大家也静值很高 静值很高是有效的吗 股票是看静值的吗 我告诉你 你说静值很高 委屈 很委屈 减之后静值是这样 二五四点八七 很多人说 股票价格低于静值 有多少多少 你用静值在做股票 我告诉你 如果要用静值做股票 台积电没买 因为台积电静值只有这样而已 一百空五块 只有105块 台积电只有105块 静值 那你用静值在比较股票价格 那你用静值在比较股票价格 不对啊 不能这样玩啊 不然就讲 就简单像说钱公司 那个静值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 跑来才快的 那你用那个来参考 参考股票价格怎么做 有人来玩的吗 藏龙静值很高 所以它股票价格 终究要回到静值 听你在讲 那这样子 这样台积电怎么说 台积电不是就太贵了吗 意思是这样吗 100 它静值才105块 那一样 友达 友达静值25 你怎么没要为友达 他现在才十几块而已 你怎么得到 都不是这样说的 要多一点钱 投资钱都有交 所以我现在一开始跟你讲说 空投市场的反弹 比多投市场更敢涨的意思是说 因为市场的人都是马后炮 他认为说 他看到了报纸说 文贸全新红杰科 库存调整 营收会衰退 明年景气会不好 我讲的是个别公司 所以你就把他放空 你就把他买到 结果人家早就做好准备 一刀就是五六成的 一样的道理 前一阵子 美国不是说禁止 这个高阶晶片 AI跟HPC晶片 16纳米以下的 不能输给中国 对吧 你说这支很厉害 市场里面就做一个甩架的动作 做一个洗盘的动作 甩架加洗盘 让你下到卖在这里 然后报纸每天下 每天就在操 他的朋友也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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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朋友大家都同样 你都买到这里 这支这里堆 这边你被洗盘 你这边来追 你比小力 你洗盘变成洗碗 我跟你讲 人家都吃饭 你这帮主力 人家主力都吃饭 吃饭饭 大家要收饭 人家都吃饭 准备要酸 你现在在哪发修 7公公 要摘多少 今生这一年 你这一年摆的人摘多少 在这边被洗盘 这边又想要来洗碗 你真的很厉害 有烤烤的 真的看報紙做股票就是這樣 你看報紙做股票你就賣到這裡 你看報紙做股票你就賣到這裡 你看報紙做股票你絕對賣到這裡 你也一定賣到這裡 對不對 台積電落到三千 好 那個網紅多厲害 我們看300 我們看350 看200 你乾脆看50塊好了 我跟他說你不要聽他講他沒有白 他又沒有分析式證照 而且就算有分析式證照 我們還要登陸公會 還要受金管會的監督 言論我們還要受人家監督 所有待會員的動作要受到監督 在外面都亂說 黑白說還不用付錢 你也在聽 我跟各位講就是說 股市現在漲了2,206點 我相信很多投資朋友都很擔心 它又再漲2,000點 如果沒有買怎麼辦 已經漲了2,200點 沒有跟上 那如果說再不跟上 又漲2,000點怎麼辦 還不小心漲2,000點又漲2,000點 突然間過新高 歷史新高1萬8,000點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想太多了 你吃比較壞的了 不可能的事情 好 了解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答這本書 我們先休息一下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這個會不會再漲 一定會 但是選後會不會直接漲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也不用看什麼統計數字 說什麼選後一定漲 不知道 那個是機率 但是我們都尊重 我也沒有說不相信 但是我也相信選前會大漲 你看漲一個月就漲兩千多點了 我當然是不跟你說 說選舉資金作價行情 最簡單的你就想就好了 用簡單的考慮你科技 我告訴你我們有一個勞動資金 我剛才跟你說勞動資金 我十月左右就跟你說 印度總統就是 到九月左右十五千多億 把我們十五千多億去 勞動資金你不聽過就沒有了 十月份又不算 十月份還跌了五百點 所以如果到十月底 可能要輸到六千億 剩兩國要過年 要結業績了 要結算 敢不看嗎 敢不看 當然要想辦法 剛好要選舉 還有年對 年對本來就比較有作價行情 還有集團作賬行情 而且年底 通常十一月十二月股票 在全世界裡面 統計裡面也比較會漲 剛才順著這個誰 二十一月 平衡的這個就回來了 人家說真的 蓋兩千點 這支大支沒有 這支有大支 這支比這支大支 跟這支差不多 但是他還沒收盤 十一月底還沒收盤 你只用心就知道 他們套勞的股票比你還多 勞動基金 比你更辛苦 比你更疲惡 比你更疲 你還要處理一下 他套勞他要拉一套 我們順勢 他是拚本錢 他套勞他輸那麼多錢 他也回不了本 他從年年初到一萬八到現在 他也沒辦法在年底之前拉到一萬八 但是我們順勢寫我們就大盤 一減之後我們就大盤 我們做教 你知道嗎 我們結局 我們就大盤 但是我要跟你講說 很多人是擔心說 這支起去要怎麼樣 不可能 我之前跟你講過了 這一波的反彈會遠遠大於這三個 現在已經漲到77.5 我們所算出來的反彈最大的幅度 離現在都已經進入這個期間 離現在都差不了多少了 所以為什麼我操作上會比別人 最近會比較保守 譬如說我們現在 我也不會管什麼選後會大漲不大漲問題 但是我是告訴你 選後沒有規定要直接大漲 也可以先跌再漲 但是終究還是要漲 12月還是要漲 那我預估 我先做一個結論 我預估這一波的一個反彈行情 會分兩個階段 這是第一個階段 未來回測以後再展開第二個階段 那最大的可能性是要總共跌了6000點裡面 反彈回到一半 就是3000點 如果說三千點現在起兩千點 剩一千點 我就叫你賺錢你就不賺錢 你就說說 你就聽得好聲 我不是說現在再加一千點去 不是現在位置再加一千點 我沒有這樣講啊 它可以這樣子做啊 它可以上去回測月線再上去啊 這樣兩千多點減下來 從這邊開始算 上去總共要算這一個大段嘛 譬如說這樣簡單就好了 我是指令 譬如說 那兩千兩百點 下了一千點 這樣剩下漲了一千兩百點 一千兩百點再加個一千八百點 這樣就是三千點 這樣你聽得好嗎 那時候哪有可能啊 不可能就不可能啦 反正參考嘛 我當然說會大氣你也不相信啊 我當然說 創意這四星的大氣你也都不相信啊 你就聽得放空把它把它放下去 好啊 你怎麼打得炒頭 你打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要跟著我 那我現在問行 我既然是 我跟各位講 我跟我的會員講 也給你們參考 我說我沒有把握 選後 我只有把握說選錢會大漲 但是我沒有把握選後會直接大漲 或者是先大跌再來大漲 這兩種我不知道 一定會有一種 但是如果直接大漲怎麼辦呢 我們現在股票都減少 譬如說我那樣的會員 持股大概只有兩成而已啊 退出百分之八十的現金啊 就是一千萬退出來八百萬啊 剩下兩百萬的股票而已啊 我們其他都換成鈔票啊 那如果漲起來怎麼辦呢 不就減貪不少 這個很多人很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我告訴我會員說 因為政管理過大 我必須要小心 但是如果說 它還是漲 我們就買少一點 買慢一點 我們還是會再買 還是會把它加碼上去 因為我們百分之八十的現金嘛 我們動作會慢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但是如果大跌呢 我們動作很快 我們就把它壓下去 我那幾年總要把它尻下去 我速度就會很快 買的速度就會很快 如果大跌我速度就很快 買回來速度很快 因為我斷定它會大漲啊 因為它上去以後它壓下來 周K線來講KD值很低嘛 它如果壓下來對不對 它會壓到五十左右嘛 它壓下來我一定是大買啊 可是它如果上去都不下來 那我會動作會慢一點 當然我們是買股票 我們不是買指數嘛 比較慢一點 如果找那種要不大跌的 我那天也講過 我說最近這一組你要注意一下嘛 這座嘛 這座要不大跌啊 回測上升月線啊 這不是拐點這拐點嘛 買點不是在今天 是在這一天禮拜二嘛 你看這個度也知道啊 這座是要不大跌啊 這座不是說每個人蓋啦 台積電蓋蓋 但是沒有每個人蓋嘛 為了股票蓋太多 像說這個 我看你就稍微按摩一下 我不是說它這個不好啦 老實朋友 我沒有說它不好 我只是說 蓋一杯啊 甘煙又堆 你在這裡去 你這邊被洗盤賣掉 你這邊又去追 到時候變洗碗怎麼辦 我是關心你啦 我不是說它不好啦 這支最好啦 這人啊 我都告訴我會員說 這人如果以長線來看 這人爆發力很強啊 這我對他很了解 你長線來看 這裡都不是他的壓力 但是我們操作股票 不可能是長線投資 我們都價差了嘛 我們先賣掉以後回測 我們再來買 一段一段走 了解 你看看這個像IP股啦 ABF載板 我們現在也都不做了嘛 為什麼 因為 要賺這麼多啊 我就想說啊 那你就好了 你看 我在186塊買的 你一家又不買 在賺五千塊 我又不買賣掉 在這裡又來又去 又來又去 又來又去 又去兩禮拜了 我賺了他也不敢去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啊 這都我們做過來了嘛 我買一百十三塊嗎 這都賣掉了 帶了賣掉了 人家說真的嗎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要的意思就是說 我再做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大盤 未來非常有機會 再度的大漲 而且不要說非常有機會 是有 絕對會再大漲 但是不是直接就上去 這機會比較大 通常回測再下來 整理再上去的機會 會比較大一些 所以我希望你跟著我 我帶你操作 一步一步來 別緊張 別急 不要太急 一步一步來 我們現在股票都已經做減 剩下大部分的股票都退出來了 目的就是一個 希望他能夠回測 回測的時候 我們再來買 買得更便宜 買得更多 漲回來 那如果你不會操作 或者是盤中的訊息 貼文 你都可以加入這個 Telegram 我這邊都常常會做一個說明 說明我要操作的一個觀念 那要跟著我操作 當然你可以打電話到公司 來跟我們助理聯絡 你跟他們談一談 不要排斥 就談一談嘛 談一談又不用怎樣 看看 那我們的操作 是該買就買 該賣就賣 我絕對不長期投資的 我沒有再報上報下都不賣的 我已經講了幾百次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空投市場反彈 比多投市場更趕漲 而且更好賺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 明天見